放眼望去 每件意大利手工家具 都是阿尔卑斯山的胡桃木做成的 样样都是因素品 号称家具界的老斯莱斯 我们这边不只是帮客户买家具 我们会帮他选材质颜色 而且想看家具不是说看就看 得先缴6万元的入园费 才能预约看家具 大陆艺人范彬彬和足球明星罗纳杜 都是他们的爱用者 业者把旗舰店设在台中 就是因为中部消费够豪气 有富二旦一口气就下单1000万 等于买下一台法拉利 还有人见到店里不到两小时 就买下300万元的家具 在一个小时之内 我帮他做完配置之后 他没有看价格 那我帮他配完之后 大概是300多万 他就直接这样购买了 台中人真的很赶花 建商也磨到祸祸 接下来中部即将会有 第一座超跑豪宅 屋主开超跑一路开进大楼 再一起搭车梯到指定楼层 就可以坐在客厅也能欣赏爱车 其实最初是在新加坡 有这种超跑豪宅 现在台中建商也盖了 一户喊价商议员 还在新建的阶段 一共12户已经卖出两户 然后也有台商 还有跑车族 对因为我们刚好 我们的设计是符合他们需要的 中部人为什么口袋又保又深 因为隐形冠军企业特别多 也造就不少隐形富豪 超强购买力 全台工人 光看就令人羡慕 这类袁冰台中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